25 歲之後我們不會想要在談當中短命戀了 要談就至少一年 能以結婚為前提更好 同居共族家庭是共事 大人選伴侶不會只是在選人 而是在物色一個我喜歡的生活方式 找愛情不會再只是以外貌為導向 而是在找一個能讓你心動的價值觀契合者 外表只要舒服就夠了 微醜也無上大雅 重點是會讓你一直愛下去的那個人 他不一定擁有最完美的外表 但一定會擁有你嚮往的優點 讓你感到崇拜的人格特質 你們相互補足彼此 激發一種 啊我好想跟他一起共同建構 屬於我們的好日子啊 的那種衝動 這是第一點 人人有偏好的外表 但是外表只要60分就好 多花一些力氣去跟人相處 你會在相處的過程中 遇到真正讓你心動 而且性格契合的人 第二點 單身的日子先去認真賺一點錢 也練習對人的信任 缺乏安全感 一直是人類無法擁有穩定關係的最大的阻礙 擁有安全感有兩個重點 滿足金錢需求 還有練習對人的信任 錢很重要 但錢跟幸福比較無關 錢跟安全感比較有關 我們必須先滿足金錢上的安全感 才去追求更高層次的幸福 在我的新書好好生活慢慢相遇裡面有寫到 人為有在擁有經濟獨立的前提下 你才能夠擁有純粹的愛情 因為你活著的物質基本需求 已經不再需要依靠別人來完整 這才是真正的心安 然後另外容易不安的人 通常都缺乏對人的信任 其實生命中的每一段關係 都是我們練習建立人際信任的過程 不是要你盲目相信不認識陌生人 那只會讓我們盲目的去受傷 變得不再信任別人 我們應該要透過反覆觀察 去推敲對方的行為模式 從中逐漸客觀認定 這個人值得我們信任的事實 也推敲出這個人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我們小心的 第三點是你可以不浪漫 但不要當一個無聊又隨便的人 我們要練習對話的延續性 熱情的去回應那些生命中的 你在幹嘛 人類口中的你在幹嘛 其實白話一點就是我想你了的意思 你可以不要只是回應我在滑手機 而是更完整的敘述自己當下的情況 例如我剛換好床單在床上滑手機 太陽曬過的床單 味道真香 配著蔡健雅的紅色高跟鞋 這個夜晚好悠閒 這會讓那個想你的人知道和你有對話的空間 而且即使不在身邊 他也可以沉浸式的進入你所身處的環境 又好像真正陪伴一樣 愛就是在一點一點陪伴之中 逐漸累積起來的啊 第四點要叫你們趕快清醒 接下來要講我們要如何辨別誰是對的人 我也為作家朋友攪著他寫過一段話 他說 對的人不會讓你總覺得你是錯的 經歷幾次失敗的感情 或是不開心的人際關係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每一次吵架的時候的通則 我們在爭的事情啊 通常都沒有絕對的對錯 只是雙方的想法不同 作家吳大如也寫了一段話 正好呼應了起來 他說 處理事情不需要情緒 誰是誰非不重要 道歉不重要 重要的是 結果是否符合預期 感情裡面有許多問題 多半都是習慣不同 觀念不同 信仰不同 能妥善處理好感情摩擦的人 通常都不糾結於對錯的 世界上不會有一個跟你一模一樣的人 我們會遇見的人一定是跟我們不同的人 但更重要的是 對方是不是與你相互認可的人 最後一點要找一個願意給承諾的人 大人的愛情不可能在像青春的時候一樣 純粹因為感覺對了 就輕易的進入一段 有承諾的關係 即使你們互相喜歡 也有100個理由 不能正式交往 承諾的重量是金錢 房貸 是家庭 是婚姻 看到這裡的讀者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順便在留言區做一個統計 你認為曖昧期應該要掌握在多久的時間以內 選項1 發現曖昧就直接在一起 有一說認為 既然兩個人會曖昧 就代表說兩個人都有好感 可以直接進入交往的關係 在交往的過程中去磨合 去確認彼此是否適合走進婚姻 就不需要在曖昧的模糊裡面浪費時間 選項2 曖昧期需要維持至少3個月到半年 曖昧期是交往與否的重點觀察期 也更是戀情最美好最值得享受的階段 進一步怕受傷 退一步怕錯過 一則訊息可以讓人幸福一天 一次碰面可以花一個月去想念 如果我愛你你愛我 我們相互愛著彼此 最後都會在一起 那我們何必急於此刻呢 我認為曖昧期比起愛情 它更像是一場遊戲 一段珍貴的回憶 畢竟交往之後 通常都不再擁有曖昧期那種刺激感 跟紅泡泡了 但是最終都需要有承諾作為支撐 曖昧期才有值得被回憶的價值 你應該要為你的曖昧期設定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曖昧停孫點 停孫點到達之後 如果發現這段曖昧是沒有進展的陪伴關係 你要盡速理性判斷 它究竟應該要是愛情還是友情 寧可去哭一下往下一場戀情前進 也不要浪費時間在一個 給不起承諾的曖昧對象身上 愛的期更要放得下 所以以上兩個選項你會選哪一個 最後我想說的是 愛情如果沒辦法正式開始 不怪你 也不是它不好 就是不適合而已 我們心疼玩自己 然後繼續好好生活 我非常信仰一句心靈雞湯 在結尾分享給大家 當你把一個人的日子過明白了 你也才會明白 你適合跟什麼樣的人一起過日子 我是黃三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兒嘉燮 我先不用擦 我可以不用擦 你不是吧